大家好 今天的视频中 我会为大家推荐10部中文电影 因为在我看来 通过看电影 学习中文是最容易的方式之一 这几部电影都是最近五六年内上映的 而且几乎每一部电影中 使用的都是普通话 当然中文中也有很多不同的方言 其中有一部电影 他们里面用的就是中国西北地区的方言 在介绍这部电影的时候 我会提到 今天推荐的所有电影 都可以在Netflix上找到 根据自己的喜好 我把这10部电影进行了排名 当然如果你看完以后 如果有不同的想法 也欢迎你在评论区告诉我 那我们就先从第10名开始 我不是药神 我不是药神 这个电影是根据2015年在中国发生的真实事件改变的 这个电影在当时上映时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而且获得了很多奖项 比如2018年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新导演和最佳原著剧本奖 乌海 乌海是内蒙古一个非常小的城市 也是这部电影的拍摄地 这是在2020年上映的一部很小众的电影 甚至整体评分也不高 但是我还是很喜欢 因为在电影里可以看到对当下社会问题的一些关注 比如裸带 整部电影大部分的语言都是普通话 但偶尔你也可以听到一些乌海当地的方言 孩子你咬得起啊 你们家就是你 就得到钱 钱 美国女孩 我和电影中的女儿产生了很大的共鸣 因为我们生活得很舒服的地方都不是我们的家乡 而当我们回到自己家乡时又找不到归属感 这个故事发生在SARS期间 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小孩 但是当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仿佛一下子又把我拉到了那个天天不用上学的日子 你很快就会交到新朋友了 不需要 反正暑假就回LA了 我答应Jesse要一起去Horse Camp 你妈妈生病之前比你还喜欢美国 那为什么不留在美国治疗 你真的以为我是ATM 难道我在你眼里就这么自私 来 take it 后来的我们 如果你喜欢浪漫的爱情片 那一定不要错过这部电影 而且这部电影的导演刘若英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歌手 这也是他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作品 男女主角相识于回家过年的火车上 也就是中国著名的春运期间 两个怀揣着共同梦想的年轻人一起在北京打拼 在他们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无数个北漂人的影子 背景 你听到了吗 我们很快就要翻了 我们很快就要翻了 你看 瀑布 这部电影的背景故事离我们现在的生活很近 他讲述了受2020年肺炎疫情的影响下一堆台湾母女的故事 他还获得了2021年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奖项 那个确诊的同学就坐在我后面 我确认你还是离我远一点比较好 他的眼神跟以前都不一样 我好像生病 你再说一次 你是不是来翻过我东西 我没有 那为什么我外皮准备不见了 他们在外面干嘛 你才能够监视我 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尤其电影最后两位主人公再次相遇的场景 虽然有一点物是人非的感觉 但也很浪漫 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在30年前的台湾 同性恋爱有多困难 它也是台湾历史上票房最高的同性题材电影 上帝不是说信我责得永生吗 走 你跟本物件成立 上帝他不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 可我们就给你们看了吗 我一直用那一枪门你哪都没有听见吗 包吕 就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像我这样爱过一个人 所以你根本不会懂 原来这样我要报警哦 第九天长 长达三个小时的电影 讲述了两个家庭 由好友到隔阂 再到最后的大和解 影片快度30年 看似是在讲两个家庭之间的故事 却反映着这30年间国家政策的变化 尤其是计划生育政策 对每一个普通家庭的影响 一个字都不要说 8 你整大了是不是 引入沉烟 这部电影是在导演的老家甘肃省拍的 所以整个电影使用的是甘肃省当地的方言 他们是两个农村最底层的人物 结婚后的生活有多困难和艰苦 我们可想而知 但我们也可以发现他们有属于自己专属的一些浪漫和小美好 而且我想特别说的是 这部电影中除了女主角 其他都是当地的农民 包括男主角是导演的姨父所扮演的 这部电影和瀑布是同一位导演的作品 而且这个故事的原型是来自于导演的一个同学的真实经历 故事从小儿子入狱展开 讲述了平凡的一家人在儿子入狱的影响下的挣扎生活 这部电影也涉及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自杀以及自杀对于普通家庭的影响 这部电影给我的感觉是很压抑和悲凉的 但更让人难过的是导演在这部电影上映几个月前自杀了 而当时他只有29岁 所以这部电影也成了他唯一也是最后一部电影 电影将近有四个小时 导演用了很多长镜头 最长的一个有18分钟 这部电影也获得了很多国际电影奖项 比如2018年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奖 这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所有电影 欢迎你来分享看完这些电影的感受 如果你有其他的中文电影推荐 也欢迎在评论期和大家一起分享 最后我来推荐一下我的另外一个视频 在这里为大家找到了五个最好用的中文学习APP 那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